人生无间大事 吃喝拉撒找凤子 越是这么讨厌的时候呢 越是要穿出壁格 穿出凤才 首先呢 必须得行 冬天穿棉袄子除外 其他的时候 能少穿就穿上 少穿二两步多走一地方 多走几步 越来越少 其次呢 必须得经折腾 找房子啊 姐 的门 那是体力活啊 找一天房子微博运动 你不上封面 我命给你好吗 就比如说我身上这台 韩版元单即将上下 必须抢够 拜托别我 我只想好好的生活 拜托别我 继续努力的工作 拜托别我 我还会坚强的过着 拜托别我 我还会坚强的过着 我还会坚强的过着 Ę 琦伟 不行不行不行 我得坐会儿坐会儿 哎呀美女 你是不是练个体力啊 神偶身的好吗 哎呀不是我恭维你啊 我做这个中介有七八年了 就没有见过一个像你体力这么好的 你说咱这一天下来 这房子也看了有十五六套了吧 这路也走了有七八里了吧 最后转了一圈又串回来了 我的姐 你一要拉链就早点说 我把电动车骑出来 就这点路 我扛着包这样的一路想跑 这算是什么 美女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到底想不想租房子 你说这大的吧 你先大 小的吧 你又嫌小 这好的吧 你又嫌贵 便宜的你就先差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能告诉我不 或者是 你在逗我玩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觉得这邻居啊都差点意思 你是不知道 我觉得邻居可重要了 直接影响到你生活品质 我的亲姐爷 你跟天安门做邻居 那品质高啊 可中南韩你也住得进去啊 是吧 帮我提个电话啊 喂 租出去了 知道了 你瞅瞅 你瞅瞅 刚才咱看的那套房子多合适 别人抢了吧 你啊 吃后回要就问我 我就问你 这钱你还挣不挣 不挣了 没尊严 那 吃个冰块 那有尊严吗 稍微好点 要不说你年轻人就是女朋友短情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 嗯 薄贬的是买主 我那么挑这没有肯定租啊 不出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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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子你一定帮我留下啊 好 太感谢了 回头请你吃饭 拜拜 二位帅哥 这个房子我已经帮你们订好了 就在咱们来看房之前呀 有个女孩刚看完从这儿走 就在她这一犹豫的功夫 咱们就把房子给订了 要不怎么说呀 现在这看房就是这样 好房子咱们都得抢 可不是吗 也是咱们的中介靠谱啊 又美又专业 回头签合同的时候请你吃饭啊 那你就太客气了 那行 那咱们回头在店里再细说 我这儿还有几个客户要带 那我就先走了 你们要是不赶时间的话 就随便在这屋看看 走得手把门带着就行 好了 二位帅哥再见 好 再见 你说说你这恋爱谈的 不谈则矣 亦谈惊人 谈得连家都回不去了 放着有房产镇的房子不住 非得出来交租金 傻 太傻了 见不着我了 她应该也就死心了吧 其实我对她没有那么重要的 其实我对她没有那么重要的 没有我 她应该活得更好 我说起来 还说起来 我说得这么冠冕堂华 你们这些段子时候啊 太可怕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有病啊 我知道你压力大了 快崩溃了 可是我知道没有用啊 那当事人不知道啊 你就不能想法 好好跟人家说说 说不定 坦白存宽的 算了 这是你的生活 我有告知的义务 没有插手的权利 不过我就要问了 你绕了半天 还是在这个小区里租的房啊 你真的是要躲着人家吗 你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吧 他 他生活不能自理啊 连饭都做不好 走太远了 我不放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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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先生 这台车是我们天里的最新款 的PMS 2016 那这边这款车呢 颜色比较特殊 它是我们高性能版本的温溃室 在北京呢是没有现货的 如果先生喜欢今天能下单的话 我保证了一个尽快提到限车 先生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还挺宽敞的 试一下驾驶席吧 怎么 现在买车还要考虑代驾司机的感受了 这车本来就是买给你的 当然要询问你的感受 谁都不能和今天这位比 分手送车你受得了吗 照这速度 一年得送入一停车场 我的天哪 没准人家专门买条生产线 就给你们这些小妖精造车呢 对 怎么样 喜欢吗 小点身 小心一会儿被拍了 又要上头条 好 先生您可以这边再看一下 那我们就这样设定了 合同的先签两年 房租我们公司间店铺租 您好打扰一下 这房子是要出租吗 是啊 美女 美女 你有朋友想要租房子吗 现在这个房子是由我们公司全权负责 您要是想看房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谢谢啊 程江南 你开门 我知道你在家 我以后不会打扰你了 我以后不会打扰你了 现在开门的话 我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了 你看门 证件的 你不用再躲着我了 你也不用把房子租出去了 我会把你走的 那天晚上的事 我知道你后悔了 你就忘了吧 但是我没有后悔 你准备了 要不要打扰啊 我呢 你都要快来 我只能把房子带上吧 我都开到 这种房子 你刚才没收到 我还没收到 你倒露了吧 王毅少女啊 差不多就行了 再帅 眼睛都要瞎了 来做店也有营养的事情 来 喝一下暖和红糖 我说你有这闲工夫 干嘛不直播一会儿挣点钱呢 不不 没心情 谁乐意看我这样丧脸啊 又怎么了 问题少女 我要找房子搬家 怎么找个房子那么难呢 挣大钱了 就不想和我做邻居了 你是在讽刺我吗 学姐 不是我想搬 是实在住不下去了 我不搬 别人就该搬了 邻里街坊撞见以后多尴尬啊 我搬走了 大家就都塌上了 你要是搬走了 我也不在这儿住 我一直觉得这挺小的 想换个大一点的 你那中间靠不靠谱啊 给我也物色物色呗 挺靠谱的 小伙子人挺好的 就是嘴亲 没事儿撒个娇什么的 但其实特别负责任 我把他名片推给你吧 好啊 大家好 今天晚上睡前 想跟大家简单地聊几句 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啊 白天热热闹闹的 叫做自己很开心 到了晚上 只剩自己一个人 才发现自己心情不好 对啊 对啊 我现在就是这样 其实 我可以找人吃吃饭 聊聊天 跑跑拜托等了 但是我不想 我也懒得去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叫做 我只想和你一起去度时光 现在 不可能了吧 大胡子网友说 冰冰 你是不是瘦 你们放心吧 我会对你们负责的 瘦人不胸胸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心情不好 你得活啊 我先去睡觉 晚安 你看 字都认得全吗 要不要我跟你解释一下 不是 人家术都行了呗 你还能把我骂了呀 骂了谁也够不了 你的合伙人 怎么没来啊 你跟人家商量了没有 你该不会想要自己吃毒食吧 人家不跟我玩了 那他可真够傻的 这笔签下去 别的不说 四环能买套房吧 人家才不稀罕 人有房子 人家 看不懂的 查字典啊 接个电话 还在加班吗 好久没在家里吃饭了 今天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吧 抱歉 过不去 我还有工作没有做完 后面我还约了人吃饭 是约了真冰冰吗 为什么这么晚 我瞎说的了 你去忙吧 注意身体 什么时候想吃好吃的就告诉我 嗯 不打扰你了 挂了 看得懂吗 你抬个恋爱制裁也就算了 能不获过阳明吗 客户的名字你得敢跟我写错啊 你怎么不把麦当劳写成肯德基 加托保写成王老吉啊 不但不按时教稿 而且交了稿还给我胡写 这个月我给你擦了多少次屁股了 你自己说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最近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 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你直接从我的钱里扣吧 我 我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光是女主播了 还是创业狗 估计以后 我们就没时间可以玩游戏了 要不 我们今天玩一宿吧 小兰最近去剧组了 你又放心寂寞了啊 好 我们可以叫小兰一起啊 一起组队三人行 没事吧 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啊 你爸呢 你刚多危险 你又没有受伤了 原来你们认识啊 帮我问他 又没有送他去医院 你怎么不看着他点啊 附近那么多车 这次是没事 下次又不一定了 来 哎 哥们 先别走啊 你家的狗没事 那我的车怎么办 你家的狗是你的闺女 这车也是我的乖儿子 你不说话 我可就要说了 这是很简单吧 我正常驾驶 你闺女横穿马路 怎么看 都是你们家全责吧 你说 你要过去修车呢 还是咱们报警啊 她不是不说话 她是不习惯有那么多人 你这车 就蹭了一下而已嘛 人也没什么事 项目 你就去修看多少钱 都冲着我来就好了 都没事都散了吧 都散了吧 行了 冲着你 这车我不要也行 那我总得知道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吧 你说了不算 得她说 只要她说这事归你 我绝不追究 这 车 车的事 我 我来处理 你去修车 多少钱我给 好啊 加个微信吧 没事都散了吧都散了都散了 都散了都散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这怎么那么强啊你 你真的看不出来她是装男 我这不替你出气吗 又你管 对 我是冰冰那个朋友 嗯 她那天去看房的时候 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嗯 我说 真冰冰啊 我就输给了这么一个人吗 你要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 嗯 好 谢谢啊 你车没事吧 你车没事吧 收拾下里多少钱啊 能不能从投资里面扣啊 咱们再看看这一层大厅呢 咱们再看看这一层大厅呢 咱们再看这格局设计得多呢 就这么值的房子 我要有钱我都买 在这附近三公里之内 如果你能找到比较更合适的 我都投给你 现在这房子多好卖啊 这个也没你知道 千万别犹豫了 然后错过这村可就没宅店了 方便回避一下 我俩商量一下 好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好就好 你是大股东 我当然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其实我想过了 买车不如买房 买车啊只会越来越贬值 买房就不一样了 它肯定增值 交个首付慢慢还贝 而且这首付比车也贵不了多少钱 你说对不对 房子的事我不知道 不过 就这房子的首付 怎么样也比它烂布基尼贵吧 我听冰冰说 他还打算换一套房子 是吗 我不明白 他换房子跟你买房子 有什么关系啊 你才来啊 坐下 你这什么表情啊 我这给你送钱来了 你这老大不乐意的 我欠你的 每次陪你看房我都得磨一脚泡 你看看你看看 上次的泡还没消呢 同事们都说我瘦了 还不是被你溜呢 谁乐意溜你啊 你当你是我们家狗呢 你放心吧 今天房子肯定定下了 让你赚着钱 我们大事了吧 要不是你给我介绍客户的份上 我是真不想陪你看了 有学姐联系你啊 她都没跟我说 她来看房子了吗 看你怎么样 她们约她今天上午 刚还在上边呢 也不知道她们商量怎么样 她们 她跟谁商量 她带人来的吗 门的吗 看着眼熟 你让我想想啊 你不用想了 我知道了 我的天哪 你们俩是在拍敌战片吗 居然瞒了我那么久 我竟然还没发现 我真太蠢 太蠢了 我说这事真和你没什么关系 我们要想你真想瞒你 你再聪明都没有 这也不是多大的事 还特地通知你 不是很奇怪吗 再说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怎么就跟我没关系啊 学姐说我什么人呢 我不得替她把把关啊 学姐 你放心 她这个人呢 除了口碑不在地之外 人品还凑 除了跟蓝衣精 有些不清不丑的之外呢 其他 我都还没发现什么把柄 她怎么敢在我面前的小尾巴 而且你还是她废文女友呢 冤枉啊 学姐 这些都是八卦 坚决不能信 外边号传咱俩不合的 都是瞎扯 我要是跟她有一点不清不楚的 马上添打雷P 开个玩笑 何必这么认真的 我不信谁还信不过你啊 要是真觉得你们俩有事 我得早找你算账的 学姐 学姐 其实我们俩真有点事 这是投资的事 学姐 我觉得这事还是得咱俩一起弄 我觉得这事有你更靠谱 你也知道我脑子不好使 凡事都是你给我拿主意 以后咱们俩呢 就姐俩一条心 黄土变成金 怎么样 这事就这么定了 好 以水代酒 来 干杯 多吃一点啊 我去 你这挺执着呀 那你先走了 不给你俩的电动套了 这点资讯还有的 你去哪儿 要不我们俩送你了 不用了 我继续丢点儿看房子去 走了走了 你俩自己填蜜吧 拜拜 那我先去取车 你在这里等我 不用了 回家了 走两个就到了 房子的事情 你再考虑一下 手不可以是一种投资嘛 而且我比真名投资价值更大 是不是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喂 喂 我学走了 没事 我就想跟你们说一声 你们过投资那事啊 必须得拉着学姐一起的 以前呢我是不知道 现在我知道了 我可不是那种背着闺蜜 跟她男朋友咄咄咄咄的人啊 我回去会跟她商量的 不过 你别想得太美好 你想拉她一起 人家未必愿意的 你有个心理准备 反正你们俩也是一回吧 对吧 房子都靠了 我都懂的 今天要直播的呢 不去 你们成亲生反安 比我还了解我自己 不过怎么会那么容易 就让你们太痛呢 今天除了要直播 失恋穿什么之外 还要告诉我 连我要搬家的事 你们也知道了 你们不会就是 成本中的私生饭吧 我告诉你们 我可是遭遇过行杂扰的人 你们别吓唬我 打包行李穿 打包行李你们爱穿的 打不进包的 你全穿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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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些人叫吵 很有趣的 肖子 特别是 要听说 每天都在努力 呼吸着空气 寻找向往的爱情 留恋牵手的记忆 一句对不起 偶尔想起那个 还哭泣的你 天天嘴角的泪滴 全力不留有余地 始终也看不起 继续努力走 努力想 努力看 努力去寻找 那个你 嘿 你还继续追梦吗 偶尔也在学着 痴人说着梦话 嘿 你还那么愁眉吗 虽然只能偷偷心上扬 嘿 你还那么想着它吗 有时那种情 有时那种情 也要放得下 每天都在努力 呼吸着空气 寻找向往的爱情 留恋牵手的记忆 一句对不起 偶尔想起那个 还哭泣的你 天天嘴角的泪滴 全力不留有余地 始终也看不起 始终也看不起 明天就发了 明天就会 这种情形 功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